新發性傳染病只是越來越緊密 越來越多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未來十年極可能有另外一次全球大流行 或者是大規模的新發性傳染病爆發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香港要做好準備 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去到實地視察 去找爆發原因 其中一件事令我很意外 就是我發現原來有很多很舊的私人屋苑 環境衛生很差 其中我們去到一些地方 他們的天井位完全四邊都是圍實 基本上只有屋頂天井位的洞 天井位充滿垃圾 很多老鼠和蟑螂 以致住在天井旁邊的居民從來都不會開天井窗 因為一開就臭路不得了 蟑螂露雪走進來 這個我覺得都很意外 因為我沒想到香港這麼多年之後 仍然有一些環境這麼惡劣的居住環境 在我們的市區裡 而我們也有一次去到奎中村的日葵樓 在那裡我也覺得很意外 就是那時候剛剛是第五波 這個Omicron的爆發之前 其實我們去到屋村調查的時候 都發覺那時候的爆發情況 已經是沒有辦法 即是用壓制的方法去阻止它走出來 因為當時無論在這個日葵樓裡 又有垂直傳播又有白岸傳播 我們當時做了一個很深入的難病學調查 就發現其實當時是因為有一個輸入個案 它傳給了家人 而家人就走到葵涌村撿垃圾去買 但在一個過程裡 就把病毒帶進去這個日葵樓 而這個日葵樓的垂直傳播和橫渠傳播的爆發 一直令到其他所有葵涌村的屋苑 的助數都有爆發 以至這個第五波就很快地跟著全香港 令到那次的爆發 是很多人真的這樣過身 另一件事就是我們很奇怪 就是我們去一些疫症爆發場所 好像健身室、餐廳一樣 原來我發覺就算他們以為是有先鋒抽入 原來我們發覺是沒有先鋒抽入 或者先鋒的抽入量是很低的 這個也是造成很多在食肆和健身室爆發的 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也是我之前想不到的 因為我一向以為健身室、餐廳 空氣應該不會太差 但其實不是的 這個也是表示一件事就是 很多食肆或健身室的負責人 其實他們對於空氣流動、新鮮空氣量等等 讓那個知識是不夠 以至當一個疫症爆發的時候 可以造成幾嚴重的後果 其實香港由開始 2020年初 一直到2021年5月都真的做得不錯 其實我們當時的病例 是真的曾經去到2021年5月 是差不多接近零的 如果你計算那時候的表現 可能比新加坡更好 但很可惜跟著那8個月 雖然我們基本上是清零到 我們沒有辦法利用這8個月的 所謂機會空窗期 幫我們的長者 長期病患者打針 以至8個月之後 在2022年初 春天 即是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突然間有第五波 Omicron的爆發 就是由這個 葵聰村日葵流走出來 在那次就真的傷亡慘重 因為這麼巧 那時候也是我們 那一年最冷的日子 當時很多老人家 尤其是老人院的長者 他們是直接在醫院外面 冒著風寒 在那裡等入院 那結果造成一萬三千人的死亡 那這個真的很可惜 大家都看到地球的人口越來越多 我們人類去破壞 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你再看地球氣溫又上升 人類坐飛機的次數會越來越多 於是你可以想像到 新化性傳染病 和全球大流行的疫症 將會真的越來越多 只看香港的情況 1997年就是H-Man1 2003年就是SARS 然後2009年就是豬流感 那次全球大流行 那次是 接著到2012年 中東呼吸道綜合症開始 2013年就是在禽流H7N9 然後到2019年就是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你看到時序 你知道 新化性傳染病 只是越來越緊密 越來越多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未來十年 極可能有另一次全球大流行 或者是大規模的 新化性傳染病爆發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們香港要做好準備 以致我們可以將死亡率 將疫症引起的新心 香港的破壞和經濟損失 能夠減到最低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我們不可以逼別人打針 不可以逼別人做任何 他們不想做的事 這個亦都很看得到 就是大流行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很快地作出一個決定 很快 因為你遲了 一過了就沒有 而很多時候這些防疫措施 無論是要測試好 即是你強制測試好 我們叫做強制公告 強制公告測試 即是當你面對大流行 你一定要很快地提出你的控制措施 而一定要落實得很好 然後你才有機會 這個無論是強制測試 無論是跟著 因為你陽性需要隔離 或者你是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 以至甚至要進入醫院隔離 以及打疫苗 你要打疫苗 你要給他們打疫苗的優勢 要他們有積極性 很多時候你真的需要疫苗 通行證 然後你才能夠做到 所以所有這些事 全部都有某程度 是要市民很短時間 接受到才行 而這個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其實香港做得真是不錯 大家看看 就算在2020年初 我在街上看到 98%的人都戴口罩 雖然當時也有一些 醫學界是反對全民戴口罩 當時真的有 是反對全民戴口罩 他們只是覺得 醫院裡面 醫衛人員戴口罩需要 但你是普通市民 如果沒有病症病狀 就不需要戴口罩 當時也有這些反對聲音 但你要明白到 這個就是現實 你要所有人很短時間 一起去接受 一個我們平時不會做的事 例如戴口罩 例如測試 例如去接受隔離等等 甚至是打疫苗 這是很不容易 這個一定要在我們 經過這次的教訓之後 去開始做一些很好的教育 很深的教育 很長遠的教育 以至市民真是明白到 打疫苗的重要性 以至我們下一次 再有大流行的時候來到 就是我們的傷亡可以減到最低 這個新冠全球大流行 是維持了三年 在三年內 公眾就要接受很多的防疫措施 他們的日常生活影響很大 無論是上班好 上學好 無論是打疫苗好 他們要做測試 做抗原測試或酸測試 都是很多麻煩 所以也不怪他們 有這麼多埋怨 他們埋怨得多 自然會有批評的聲音 批評我 這個也是不奇怪的 例如有些說 我穿衣服 穿到整天都穿那件 我覺得那些 就不是真的批評 其實他們都是 說笑而已 衣著是個人喜好 我覺得他們是 找我來講笑 多於真的批評我 也有一些 就是我有時 我去實地現場 去做調查手 因為那裡已經有爆發 有垂直傳播出現 那我就會戴一個N9 我戴一個好像鴨嘴的N9 原因不是因為我喜歡戴這個 鴨嘴的N9 而是因為在瑪麗院 很多同事不喜歡 用這個鴨嘴的N9 因為他們覺得不好看 我覺得不要浪費它 所以我每次都戴這個 鴨嘴的N9 有些人可能也批評我 我標期立議 但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我只是想不要浪費 基本沒有人用 所以我會用